请用一句话或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现在的民进党 民主退步 您会跟民进党切割清楚吗 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很多的民主先进是做黑牢的 我是被放逐在国外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诞生了民进党 我们有一定的理想 我们甚至有精神 代表台湾价值的精神 蔡英文总统 在以前他是在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里面 他加入民进党以后 马上就是 所以他领导之下的民进党 我觉得是 完全跟我们原先的民进党的 精神价值都不一样 非常接近救国民党 陈前总统就参加了全代会 对 那您怎么看 有人说陈总统还可以去参加党代表的话 应该是跟我去拜访他 他故意酸言酸语讲我不参加 就是他反对我参全的一个奖赏吧 苏贞昌 陈菊等人 那您怎么看这些 昔日的战友或者是党内的同志 您觉得他们变了吗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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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